大家好,6月17号礼拜四啊,晚上21点57分 这个现在有作家啊,有俩作家质疑中国作协 这个中国作家协会啊,像一座人工的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领个作家证 城内也有人想出来 当然更多的人挤在城门口 争先恐后的想进去 今年批准入会的有728个人的名单 于6月3日公布了啊 六四前一天啊,六三 多少不许入城的人扫兴而归 是吧,他从全国嘛,728个人啊 那每个省平均就24个人左右啊 却有两个人不肯离去 发出了不服的质疑和呐喊啊 撒尿背手不服 第一个发生的是深圳的夜耳 河南夜县,夜见鹰的夜 耳,涅耳的耳,耳朵的耳,叫夜耳啊 这个人呢,诗人,小说家 作品,鉴于 就是在这些杂志上刊登过啊 包括哪些呢,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 青年文学,大家,广西文学,作品 湖南文学等刊物 发表过一百余万字的作品 那可以啊,一百余万字啊 有小说选入21世纪中国文学大戏 广东小说精选,中外文摘等多种选本 曾获深圳第五届青年文学奖 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 文学大奖,中篇小说奖 啊,这个人可能本职工作是一个产业工人啊 第三届广东省有为文学奖 短篇小说奖等 曾参加过2006年广东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等 现居深圳 现在他住在深圳啊 他申报入会 想加入这个文联吗啊 想加入作协作协啊 中国作家协会 作协的 于6月4日在网上发文 6月3号啊知道就没没要他啊 不带他玩 他6月4号在网上发文 他自信的说 他在这发了一篇文章啊 这哥们也戴个眼镜啊 他说 说实话 以前没有在意入会这件事 今年突然心血来潮 第一次主动申请入会 没想到这次申报 我居然没有通过 我感到无语了 我的小说 基本上都是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 而且大多数发的是头条 入选过小说选本 有的小说还获得过重要的小说奖 无论哪个标准 都是符合入会要求的 字数 质量 数量 等都没问题 通过这次事件 我质疑中国作协的专家 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读作品 我可以发布我的小说 接受整个网络的监督和检阅 加入中国作协 看看够不够格 那么6月4号 这个深圳作家叶尔啊 他这个尔刚才说是尔德的尔不是 是这个云南那个尔海 尔海沧山那个尔 三点水啊 发文说 对入会中国作协审读专家 喊话 您是否真的秉持了文学的初心 对中国作协今年公事发展新会员提出异议 我按照公事上的电话第一时间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 有一个部门啊 叫入会发展部 入会发展部的工作人员 她是个女她啊 在核实了我的名字后 告知了我 说你的申请材料都是符合要求资质的 只是在审读作品的专家团里 你的作品没有过半数而没有通过 我的作品专家审读没有通过 那么又是哪些所谓的专家在审读我的作品呢 他审读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我的作品都是在国家级和省级重要的文学刊物期刊发表的 而且有好几部小说都发过头条 小说多次入选过选本 尤其是申报的代表性小说里 有一篇还曾单篇入围过第七届全国儿童文学奖 还获得过国内和省内的重要的小说奖项 我想知道我的作品到底是哪里达不到入会水准 请审读我作品的专家给予我能够 给予我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 谢谢 也许我知道重要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所谓的专家 你们真的认真读过我的作品吗 又或者说 专家们真的读过所有人申报入会的作者的作品了吗 对这一点 我首先是质疑的 因为我无法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服我自己 我不能被通过 我忍不住对自己发问 你觉得这应该吗 这真的不应该呀 我申诉中国作家协会专家名单实名透明制 所有入会符合要求的作品专家 审读时进行公布 全网监督和检阅通过和未通过的作品 他要求的是公开化啊 在中国各行各业都不公开化 都是暗箱操作 在中国都是暗箱操作 哪有什么公开化的 几乎没有 让更多的专家来监督和品鉴这些作品的质量 而不是以几个不认真审读作品的专家如此操作 我只想问问专家们 你们也是从文学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到了今天 你们真的还秉持了文学的初心吗 我身边有几个中国作协会员的朋友 听说我没有被通过 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吧 是吧 然后就是跟我一样的感觉 这真的不应该呀 是吧 这个叶尔呢 还是一位诗人 中国作家网还有过报道 你看他写过一首诗啊 叫做《断章》 《断章取义》那个断章 是这样的 这首诗 每次途经这个小镇 我都会莫名的想到油菜花 想到乡下和乡西南 湘西南 就是湖南西南部啊 他不知道他老家是不是那的啊 他们模仿庄稼的城市 种下万马奔腾的田地 默默滴下金黄的汗水 其实经历一些日期 或者阅读苦不堪言的某段 每一处身体都能听懂 三个在建筑工地打林工的哥哥 分别来到我的住处 溅满水泥的声音 像工地上喧嚣的搅拌机 我们只用方言聊到了粮食 还有我碗内 吃饭的碗啊 碗内的爱情 父亲活在我们向阳的山坡 而我们也慢慢的苍老 不过有一位啊 这是他的啊 他没没被接纳啊 另一位入了会的资深的中国作协会员啊 著名诗人的诗 没说这人是谁啊 这个人 叫早晨散步 为了锻炼身体 我开始早晨散步 由于落泽河大道熟人多 落泽河 洛阳的落 沼泽的泽 河流的河啊 由于落泽河大道熟人多 难得打招呼 我就改走大坝子方向 坝子西南地区啊 都有坝子 而且那里有我侄子开的小吃店 对于我当然是免费 我每次都是吃了小笼包子 再喝一碗稀饭 然后回家 这叫什么诗啊 怪不得现在甲瓶蛙的女儿 甲浅浅 那叫什么屎尿体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现在 现在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 现在到处都是钞票啊 都是钱 金钱至上 还有一个人也不服 这个人 他的网名 或者叫笔名吧 叫亚鲁 亚洲的亚 这个鲁迅的鲁 他真名叫贡发琴 贡 贡献的贡 发财的发 琴菜的琴啊 现在他也不服了 哎呀 好吧 朋友们 先读到这儿啊 大家好